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有人问我 这个中秋节练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中秋节刚好是月圆的时候 我们讲月高气爽 这一整天练气都会比平常更上一层楼 其实就人的心境跟身体而言 不光是中秋节 每个月的阵中间都会有相同的效果 秋天刚好处在夏天跟冬天的交接时候 这个时候气候的变化特别容易让人中暑着凉 尤其是小孩子和老人家特别容易感冒 万一不小心着了凉啊 可能还会有病发症 有时候身体会一下子就一落千丈 所以这个季节啊 一定要好好地练功 就算什么都不会 甩甩手也行啊 轻轻松松就可以过这个关卡 平甩有一个好处 一来呢 是男女老少嫌疑 二来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练 三来呢 也不怕打断 所以啊 只要我们这个人呢 一直在那活动着 一整天呢 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 甚至于呢 有些女孩啊 穿着窄裙子 高跟鞋 也照样能练 练了以后 不管身上穿什么都能够平衡 而且容易适应环境 我们的平甩功啊 没什么限制 只要保持自然就可以了 有些人在甩的时候 两边的手甩起来好像有一点差异 也许一边高 一边低 所以呢 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呢 最好能照着镜子 平衡地去甩 才能够慢慢地把身体呢 完全地甩平了 这样一来呢 别的不敢说 就这一辈子啊 绝不会有五十肩或者是半身不随的现象 练甩手弓啊 除了要持之以恒 更要甩出名堂 什么名堂啊 也就是彻底的脱胎换骨 咱们下回见 咱们下回见